焦耳定律 相传在皇帝王朝时代 夸父祖首领非常向往光和热 于是想要把太阳摘下 并开始追赶太阳 这事要是搁在今天 买个小太阳就可以在家独享光与热了 这样的便利可跟上古大神们没什么关系 应该感谢物理大神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 焦耳便是这些物理大神中的一员 它致力于研究电流的热效应 到今天电热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 有的电热效应能做出香喷喷的米饭 有的却只能暖手 同样是电流的热效应 发射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这就需要探究影响电热的因素了 有哪些事呢 电流的热效应肯定跟电流大小有关啦 其次是用电器的时间越长就会越热 那热效应会不会跟通电时间有关呢 最后热效应是在导体上产生了热量 那会不会跟导体本身的电阻也有关系呢 做个实验就清楚了 可我们如何判断电流产生热量的多少呢 静凭感觉来判断肯定是不准确的 科学是严谨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装置 用电阻丝给液体加热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 使液体的温度升高 我们就能用温度升高的多少 来近似表示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啦 有关电流的实验 那电源 导线 开关肯定还是少不了的 我们要想看电热跟电流大小的关系 那还需要控制变量 两个瓶子中的电阻丝 组织就要相同 想知道电流大小 肯定还要有电流表 为了让实验更直观 我们就要同时进行两组实验 那我们就要将两个瓶子并连 同时利用滑动变阻器 帮助我们使两组电流大小不一样 终于好了 实验仪迹准备齐了 现在让我们像这样 把各个实验器材接起来 闭合开关 将两个电流调成不一样的数值 可以清楚地看到 相同的时间里 电流大的那一路 温度增加得也快一些 这就可以说明 电热确实是和电流大小有关系 不要着急断开开关 等一等还可以看出 通电时间长时 温度也高些 这就说明电热与通电时间 也是有关系的 这还真是一举两得啊 这回可以断开了 接下来 该看电热和电阻 有没有关系了 我们将其中一个瓶子中的 电阻丝 换一个组织更大的 电阻丝 然后将两个瓶子串联起来 保证电流大小是一样的啦 然后闭合开关 看 两个瓶子的温度增长得 果然不一样 这就说明 电热和电阻大小 也是有关系的 养成好习惯 每次实验做完 先断开开关 通过实验 咱们知道了 电热和电流大小 通电时间 电阻大小 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 咱们这个实验 比起焦尔大神当年的实验来 可是弱爆啦 人家可是准确地指出 导体中一定时间内 所生成的热量 与导体的电流的二次方 和电阻之机成正比 最终得到了公式 Q等于I的平方RT 大神不愧是大神 快休想我等的膝盖吧 在这个公式中 Q就是电流热效应 产生的热量 I是电流 R是电阻 T就是电流通过导体的时间啦 举个例子 将一个组值为5欧的电阻丝 切在电流值为0.3A的电路中10秒 求电阻丝上产生的电热是多少 根据公式 Q等于I的平方RT 再代入数值 轻松得到答案4.5焦 怎么样 了解了焦尔定律 是不是越发钦佩物理大使们的智慧啦 当然 作为我们的祖先 夸父同学的毅力和体力 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咧